这是高级板手 螺丝 五金配件 而这是新开发出来的感应式防盗器材 安装在家里呢 打开以后 假装有狗的样子 人靠近感应道才会 由国内16家厂商丑组的手工具套组 汽车修护工具 装潢工具 原意用品等五金手工具拓销团 在派驻首尔台湾贸易中心的安排下 特别举办贸易洽谈会 不仅特别邀请到韩国产业用材工具商协会 以及曾经在台湾待了五年的韩国B&Q总经理 来向大家介绍南韩五金手工具产业现况 由于2005年台湾手工具产值有16亿美金 其中出口值占了九成以上 今年来面对中国大陆低价五金与手工具产品的竞争 台湾的厂商积极转型 以日本及韩国为目标拓展市场 五金手工具受到科技与消费者需求的影响 不仅朝向必须符合人体工学 操作简易化 期待方便与轻量化等发展 这次台湾厂商大阵仗到韩国举办展览 韩国反应热烈 但能不能成功打开日本韩国市场 还得持续观察 台湾宏观电视黄群 韩国首尔采访报道